高刑警曾經辦過一宗 歷經十九年才偵破的命案 可不可以來講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這件案子在民國 八十六年的四月八號 那一天我在分局 然後我的組長 當時姓洪 洪信組長 他我們就在警美夜市 在那邊先尋 尋簽巡邏鄉 然後突然無線電在通報 警美街某某號 有一處發生命案 然後我們到現場的時候 我們馬上很快 我們到現場就差不多 一分多鐘就到現場 到現場的時候 派出所通都還沒到 現場只有救護車 一個報案的先生 現場裡面一具屍體 那這具屍體 我們一到現場就 要愛情拉封鎖線 那我們就趕快通知派出所 派出所到現場的時候 我看那個全部都是血了 那整間專輩了 我們馬上就通知 因為我們分局的監視小組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台灣的監視小組 其實都是我老師 協頌他們 月事衝他們 一起拉起來的 馬上就通知 我們台北市行情大隊的監視組 就我們老師那天有到現場 他們到現場去之後 我們封鎖線拉起來之後 總共他們採到兩枚指紋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 給我們的報告是 一個是食指的 一個是大拇指的 那那指紋在台灣 有兩種人沒有 就是兩種人 第一種 以前沒有服兵役的男生 是沒有採指紋的 沒有作兵 第二種是女性 沒有犯罪全科塑刑紀錄的 也不會有指紋 那這種沒有成年 沒有作兵的男子沒有指紋 還有女性沒有指紋 那有多少指紋 在台灣如果要比對 七八百萬人 七八百萬個 你看人工比對根本就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當時那案件 當時也沒有所謂電腦比對 沒有 沒有 都是人工比對 人工比對一點點比對 後面去幾十秒就很厲害了 對 沒那麼厲害了 但是那個案子 我們就分局先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那成立一個專案小組之後 地毯室收藏 因為現場那個血噴死了 我會叫那整個噴的 你如果一般刺傷 它拔出來的利潤 它血水會流 但是你割到緊動脈 它那個血都噴了 就像砰頭一樣 噴在牆壁上 桌上四面噴的 所以那個血很多很濃 又多又濃 那裡面全部都是腳印 我會進去 我們到現場的時候 那裡的救護人員 他已經進去了 所以現場都是腳印 很多人腳印 亂七八糟 你到底是誰 但是腳印它有分兩種 第一種就是說 你死前的時候 就是都不死之前 你腳進去的腳印 血覆蓋在腳印身上 第二種就是 你殺死了對方之後 血流下來 後面的人進來之後 踩在雪上面 就進了這種腳印 所以當時的劍士小組的人 事實上踩到兩枚指紋之後 延宕啊 因為比對不出來 是誰 沒有前科塑形制的 都沒有啊 但是到了19年之後 有一天剛好 我們那前科犯 19年的時候 細膩的事情 2016年的時候 對 剛好就是有一個比對 現在有電腦在比對 刑事警察局現在有 引進電腦比對的指紋 理性休息在走 砰到一個就跟你通知了 通知說這個指紋 已經比對輸了 疑是什麼人了 幾個特徵幾個特徵 疑是什麼人 一查 他有毒品的一個 那個前科紀錄 一個饒性男子 一個三十幾歲 毒品前科紀錄 要往回推 推到那個民國86年的時候 這個男生才十五歲 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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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沒有任何指紋 那我們分局這個專案小組 就直接去信眾近刀 去到他家 他在做一個蔬果公司 果菜公司的 算是一個老闆級的人 他帶我再生兩個孩子 就在巷子門口的時候 我們同仁跟他講 這十九年來 你睡得好不好 在叫這樣嗎 在叫這樣 那個 他的太太抱著小孩 他牽著小孩在剎那 他馬上就說 我就知道你們找得到我 十九年 所以他沒有否認 他沒有否認 因為他當時犯難的時候 他未滿十八歲 所以他的刑責也不重 但是只是說 他當時那個行為 查下來之後 因為疑似 我們後面的專案小組 還是疑似說他有說謊 因為說 我下午那一天 是去錦美夜市附近那邊閒逛 剛好看到那個電腦公司裡面 沒有人 所以他進去準備要 行竊的時候 看到老闆娘出來 老闆娘就拿了一把水果刀 他就把水果刀搶過來 手回來 反刺老闆娘 刺了二十幾刀 刮的紅刀都回來了 那 我們台灣所有的技術 用腦袋想就好了 水果刀你如果刺 堵豬肉就好了 你不要說堵人 刺那個豬肉 那個水果刀都會彎掉了 彎掉 不可能讓你吃了二十幾刀 還是這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很高度的懷疑 他是拿生魚片刀 因為生魚片料理店 日本料理做過學徒 所以他有可能避重就輕 而且他把裡面的 那是一個強盜殺人 因為來賓的現金 六萬七千多塊 被他拿光光 他是要去刑竊 他是刑竊 後來變成強盜 把裡面的所有的 收音機的錢都拿走 但是這19年下來之後 那個 他的先生 這個蘇姓女子的先生 有些死者的先生 姓長 他當時發生的時候 就一直 怎麼講 那個紅子沒辦法結婚 從大學他們就是在一起的班隊 所以我們在幫他做筆錄的時候 根本就沒辦法做 三分鐘做完 沒人問兩句 眼神還頂下來 整個筆錄 坐下來 做四五個小時 坐不完 很悲傷 很悲傷 當然破了案的時候 他19年後 他還說 終於還他一個真相 一個公道 這個案子其實 我們最大的工程 還是監視小組 採集到那兩枚最重要的指紋 那那間房子 跟昨天 因為他本來是電路維修的 對 昨天 昨天做人 那間房子很懸 很奇怪 那一間房子 事實上來講 在那個離那邊四叉大學 還有新店過去那個橋就到了 很穩 那間店剛好發生案子之後 屋主就把房子出租 出租陸陸續續 走給檳榔檯 檳榔檯 開檳榔檯 說做一段時間 那裡面電話自己關掉 然後聽到女生哭泣的聲音 女兒子晚上顧到檳榔檯 顧到小孩不敢顧 那他隔壁 有一個健身教練 一個心理的健身教練 這個都是有機可查的 不是我在亂講話 健身教練 那個聽到隔壁在哭聲 健身教練 就弄拼了 砰砰砰砰 你是不是被殺死的那個女的 如果是的話 你晚上來給我討猛 我聽你聲音 這樣 那個健身教練不怕 那後來檳榔他沒做以後 又做 交給那個越南籍的 做那個米辰 那米辰也是一樣 怪事不斷 他在那邊賣 賣那個小吃而已 整個冰箱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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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外籍的 一般也不信這些東西 可是他做了沒三四個月也怕 陸陸續續一直轉租給學生 都沒人敢住 到了中和 有一個王姓男子 這個王姓男子是賣茶葉的 在賣茶葉 他賣茶葉 他有一天自己晚上做夢 夢到說 你要去錦美街 哪一個地方一樓去租那間房子 本來在中和是二樓 他的店開在二樓 結果他想說 他才叫我去一樓租 他也想要把店面 換到一樓的店面 他就自己騎著摩托車 到案發地的那個地方去 跟房東講 我要租這間房子 房東就跟他講說 這個房子發生過什麼事什麼事 他說沒關係 我就是要租這間房間 走路後 原來他就是開神壇 他也開神壇的 他本身就沒地理 還要做神壇 對 結果他晚上 據他自己講的 晚上他看到一個女生 跪在他前面哭 一直哭 希望他幫他 他請無刑的力量幫他來破案 他說你的案子會破 有一天還你一個公道 結果那間店一開 開到一樓就開 那個地方 現在還在開 是喔 那地方還看他 他有在暗時辦事的一些神壇 到現在還在職業 請教一下周老師 為什麼 那二十年是不是就過追溯期 對 早期二十年 後來也二十五年 有 現在已經變成無限期了 無限期了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按照個案子 應該是再過一年就 不到一年 再過幾個月而已 就過追溯期了 對 這才十九年 他沒有讓他跪追溯期 最後還破案 對啊 對啊 因為講說 應該講說是這個神壇 應該就是他們 就是這個第一店的人 應該是這個 譬如說這個女婦 或是這個女婦有去生淵 有死者 死者有去幫人生淵 譬如說那個叫城隍 或是什麼去生淵的時候 生淵 他有知道這間有做這個神壇 來這個地方 他是可以鎮得住他 或是鎮得住這個地方地點 那他在這個地方做 那他來的時候 當然這個女婦 他會再來討問 因為討問他還是會 定義說還有辦法通過溝通 那在溝通的時候 因為他可能就是說 譬如說有問過生什麼 他知道說 他這一定是防公道 防公道就是在這個追溯期之內 他一定會出來 就是他一定這樣破就對了 哇 這個饒先生就是這個兇手 他19年你們有沒有問他怎麼過的 會不會怕到還是怎麼樣 我們專案小組第一句問他的時候 這19年來你過得好不好 他那時候嚇到了 嚇到 事實上他還沒做筆錄的時候 跟我們分局裡面的專案人員 在聊天的時候說 其實這19年他常常做噩夢 常做噩夢 常常做噩夢 可是他也不敢跟他老婆講 也不敢跟他所有任何親友講 他辦案那個時候是國中中錯 中錯生 十五歲而已 去日本料理學徒 所以他說他辦了那個罪之後 一直都沒有跟任何人提起 但是在心中 他經常晚上就是噩夢殘症 那個壓力很大 很恐怖 你想想看 他那個兇手 一定想說 再過幾個月 就過了 我即便讓人家知道 我也不怕 對 我想不到竟然躲不過